接下来这个词叫做Überstein 它有挺住经受住的意思 比如说 挺住了一次手术 还有一个呢 是克服度过的意思 比如说 度过了一次危机 那么我们说 这个56岁的Oskar 他说的话是什么呢 他说谁要是能够把他的知识 把他的技术带到国外去 而且呢 自己也有一笔足够的钱 来度过他的这个开始 运营的时间 那么谁就会有好运气 意思就说 谁在国外就会混得不错 在这两句话当中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 其实我们以前接触过 Margit老师也给大家讲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般来说 后面呢 我们会搭配常用的固定借词 叫做Meet Meet的后面 如果是接人的话呢 我们是说同某人合得来 那Meet的后面 如果是接物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说 能够胜任什么 做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zum Beispiel Esch kommen mit den neuen Kollegen zu richt 意思是说 我同我的新同事们 都相处得很融洽 很不错 Zie kommt mit ihrer Arbeit nicht zu richt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他做不了这份工作 那这个就是分别接人和接物 那么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一个词 叫做Absalen Absalen的意思是 分期偿还 那两句话呢 意思是说 Oscar呢 讲得很好 但是事实上呢 可惜他跟他的客户 就是有一些相处的格格不入 所以呢 现在的话 他还得要分期 偿还他自己的债务 好 那么这个呢 是Oscar 他个人的亲身体会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叫做 Jota Schrodinger 我们看一下 他的经历又是什么呢 Jota Schrodinger aus dem Niederbayerischen Puffer Kirchen über ihr Neuesleben in Kanada 在这句话当中呢 大家注意一下 Niederbayerische的意思是 Shabar Faria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女孩子呢 她是来自于 Shabar Faria的 Puffer Kirchen 然后呢 她现在呢 是这样描述 她在加拿大的新生活 Wir haben anfangs arbeitern angenommen die weit unter unserer Ausbildunglagen um uns über was zu halten 她说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接受这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呢 远远是不及 我们的培训水平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 只是为了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有一个词组 需要注意的 叫做 sich über was halten 这个词组 它的本来的意思是说 传播失事 幸免于难 然后由这个意思呢 就慢慢变成一个转移 意思是说 靠微薄的收入 维持生计 那我们现在来 接受这样的工作 其实远不符合 我们的培训水平 但是我们这样做 也是说 为了维持 我们的这个生活 Wir finden zum Glück schnell eine der großen Motikur zu Ehlen von Interkreis und bei dem lichen Behörden gingen wurde uns verständnis und entgegenkommen gezeigt 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个名词叫做 untergegenkommen 这个名词的话呢 我们一般翻译成的是 帮助 支持 或者是迁就让步的意思 zum Beispiel Wir danke Ihnen für Ihr fointelicious untergegenkommen 意思是说 非常感谢您 友好的帮助 那由这个名词呢 衍生为一个动词 叫做untergegenkommen 那这个动词的话呢 是一个要求用 zine做助动词 进行现在完成时的 组合搭配 那intergegenkommen呢 作为动词使用的时候 它需要支配的是第三个 这个动词 它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 向什么迎面而来 zum Beispiel Eher kommt mir und gegen 就是他朝我迎面走来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迎合 对什么让步的意思 zum Beispiel Dein vorschlag kommt mir und gegen 意思是说 你的建议 非常合我的心意 好 这是呢 untergegenkommen 我们还有一个词 叫做zentlich zentlich是所有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这个Yuta讲的 这句话当中 意思是说 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很快呢 找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 国际型的 一个朋友的圈子 然后呢 我们跟所有的 一些政府部门 打交道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给了 我们充分的理解 和帮助 untergegenkommen 在这句话当中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个词 叫做 zugen zugen的话呢 如果说 它是跟无人称 使用的时候 也就是说 跟es呀 或者是 ales呀 跟这种 无人称 进行组合使用的时候 我们一般 把zugen翻译成 发声进行的意思 所有的一切 都是十分的协调 又比如 意思是说 我们这里 昨天晚上 十分的热闹 这是zugen的意思 turblend 这个词是喧闹的意思 Yuta说 虽然呢 在加拿大的大城市里 其实也跟我们 欧洲的大城市一样 也是十分的喧哗 但是呢 相对而言的话 在这里呢 生活的还是要更自由 而且呢 没那么复杂些 更简单些 这是Yuta呢 他在加拿大的感受 三主人 那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 第一对夫妇呢 他们是生活在澳大利亚 第二个Oskar呢 他是生活在哥伦比亚 然后呢 第三个Yuta呢 他是生活在加拿大 第四题的内容之后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题的A 也就是刚才 让大家进行配对的 到底哪一句话 是符合哪一个人 讲出来的内容 第一句话 这句话呢 他说的意思是说 一开始我们接受任何工作 那这句话呢 应该是 Yuta Schrodinger说的 那书上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我们是从他刚才的句子当中 有一句说 我们一开始接受任何工作 只是 这是来源于这句话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句 意思是说 人们必须要运用 他的知识和能力 那在这里的话呢 应该是 Oskar讲的 Oskar呢 有一句话 他的动词用的是 他说的是 所以说 这句话 我们选择的是 Oskar 来看一下第三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很快结识了 不同的文化圈的人 这里的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说不同的文化圈的人 意思就是说 不同国家的人 所以呢 这里应该是属于Youta的 Youta说了 他说 虽然说刚开始经历了一些挫折 很有挫败感 但是之后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朋友圈 是国际型的 这里头什么样国家的人都有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题 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要带够钱 那这个应该是Oskar讲的 他讲了 谁刚开始的时候 能够拥有一笔钱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 最开始的创业期 艰难的创业期 他说的是 Wel über genügend kapita verfugt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句 Das Leben hier ist nicht so kompliziert Inzwischen verdienen wir circa drei mal so viel 他说 这里的生活呢 不复杂 而且在这期间呢 我们也赚够了三倍多 那这句话呢 明显的是属于 Karin Schneider 和她的老公Dirk 因为出现了三倍 那只有在我们的文章当中 阿会看到 我们的原文是 Das wir jetzt Arlin Bleiben 我们想一直待在澳大利亚 那明显的 三个人当中 只有第一对夫妇 他们是待在澳大利亚的 Karin Schneider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四题的 R部分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把我们的练习手册打开 Bitterzeit 116 请大家翻到116页 在练习手册的116页的第二题呢 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道题呢 跟我们书上的第四题 是配对的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的目的在于呢 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们书上的一些词汇的意思 学习如何更好的 正确的运用它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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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话 Karin Schneider und ihr Mann Ferlissen vor vier Jahren Deutschland in Hechtung Ausstrahlen 他们四年前离开德国去澳大利亚 这里有一个动词叫做Ferlissen 那么Ferlissen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上面 蓝色框框当中的哪一个意思呢 没错 其实就是移民 Auswander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改成句子的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下面给了大家一个例句 叫做Karin Schneider und ihr Mann Wandert vor vier Jahren nach Australien aus 好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范例 那么通过这一个练习呢 希望大家能够灵活的掌握词汇的运用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Unflexibilität und der starken Nieren der Karrieraussichten hat ein starker Unsfriedenheit verursacht 在这句话当中呢 大家看一下有一个词叫做 Starken Nieren 这个词呢 就是将至不前的意思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词叫做 Verursachen Verursachen的意思是造成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书上当时我们讲的是 什么样的词汇表达的 没错 停止不前 我们用的是Festfahren 所以呢 变成形容词的话是Festgefahren 还有呢 引起我们书上学的动词是 Auslösen 而Auslösen的话呢 在我们前面几课的话 都遇到过 是个比较常见的动词 那这句话呢 大家可以套用书上的原句 我就不读了 来看一下第三句 Sie entschieden sich dafür nach Australien zu gehen 他们决定去澳大利亚 那这里呢 其实是考大家的一个动词 叫做Entscheiden Sie entschieden für 就是决定什么事情 这也是它一个固定的搭配 那么在书上呢 我们当时讲的决定的动词 大家还记得吗 Margit老师给大家讲的是哪一个 没错 是Entschließen 而且我讲过 Entschließen的话 是需要跟这个反生代词 进行一起使用的 所以呢 书上说的是 Sie entschlossen sich 过去诗嘛 对啊 接下来看第四句 Sie haben in Australien 他们在澳大利亚呢 是重新开始 我们书上说的重新开始 是怎么样表达的 至于说如何变成一个句型 那大家可以借用书上的原文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只是进行词汇的讲解 也就是说 Ganz nooit begonnen的话 我们说的是 从头开始 并且呢 Begin呢 我们也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开始的动词 Anfangen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句话 Im Zeitraum von vier Jahren haben sie sich hoch gearbeitet und verdienen drei mal so viel wie früher 那在这里呢 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有一个词组 叫做Im Zeitraum 在什么时间内 那这个的话呢 明显的就是 我们给大家讲解过词汇 叫做Innerhab von vier Jahren 四年内 然后呢 赚了三倍的钱 那这个三倍 我们当时是如何表达的呀 大家还记得吗 没错 我们说的是 Das drei fache 那至于具体的怎么变成句子呢 Das drei fache verdienen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句 Oskar Wissner hat genügend kapital um eine schreinerei aufzubauen aufbau 开展建立 建立他的这一个家具作坊 家具厂 我们书上说的是 aufmachen 这个动词 接下来 第七题 er hat die aufbauphase abernicht ohne schaden überstanden ohne schaden 就是没有损失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明显的是属于书上的哪一个词 unbeschadet 安然无恙的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他不理解顾客的心态 就不能够与之处理打交道 那么我们在改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改写 Er verstand die mentalität seine kunde nicht und konnte nicht damit zurechtkommen 接下来第九句话 Er bezahlt seine schaden nach und nach Nach und nach的意思是 慢慢的意思 那所以说 他是慢慢的来还债 那也就说分期付款 书上教我们的词 叫做abzahlen 接下来第十句话 Jutta Schrodinger hat arbeiten acceptiert die weit unter ihre Ausbildung lagen 在这里呢 他有一个词叫做acceptieren 是接受的意思 那么书上呢 运用的一个动词 叫做annehmen 第十一句话 Sie wort auf diese Weise das nutischeste für ihren Lebens und Hart verdienen 就是靠这种方式来赚 就是生活的必须品 我们书上呢 教给大家的一个词汇 就是靠微博的薪资 来过日子 那么我们说的是 sich über was hatten 最后一句 Zie van der Schneer Eine von der Kreis mit Mensch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Kortungen 这朋友圈里头的人 都是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 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 那么其实呢 指的就是 Multi Kortuil 就是跨国文化的 就是多国文化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题 我们通过做这个练习呢 就是教大家 学会如何 在我们掌握的一些词汇下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来进行句子的转述表达 那大家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更好地掌握 这些词汇 以及词组的内容 以及它们的用法 好的 那各位同学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话呢 能够好好地把 Markete老师给大家 讲解的这些内容 再从头到尾 认认真真地复习一下 Lieber Allah Das war alles für heute Tschüss Bitsum der System 那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 说声再见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Tschüs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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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